虽然这个巨人的血很厚 但是用我们制造弱点的方式 15发三级伤害的狙击枪 差不多就能结束战斗了 大家好 我是黑洞谷歌 欢迎观看我们这期的 生化危机4重制版DLC 书途逆命的游戏视频结束 村长家还真是热闹 人不少 我们来村长家这里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找到路易斯的下落 看这里有没有关于路易斯的情报 之前第一章看到路易斯身上拍的通信器 和原版生死里面 李昂丢Ashley身上的那个是一样的 旁边有个柜子打不开 然后这附近还会有一些物资 但是我们什么都不拿 留给未来的自己 我们直奔这里的秘密钥匙 隐藏钥匙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宝物 豪华时钟 上面有一个方形和圆形的凹槽 照理说价值最高的话 是镶上方形的红宝石和圆形的红宝石 但是我们不这样像 红宝石要留到价值更高的物品上面 然后这里我们用刚才的引力钥匙 打开抽屉 就可以获得关于路易斯的情报 上面的信息上来看 总之应该就是像路易斯这样的 应该是被抓到了工厂那里关押 不过李昂离开这里的话 应该是他们已经从工厂那里逃出去了 但是Ada并不知道 这里我们要逃脱村长门德斯的这个追杀 开始操作后第一时间向右下楼梯跑 一定要赶着时间 不然的话就可能会错开这些位置就不好逃走了 然后这里的这个村民引开一下 绕开之后呢 使用绳索勾过去 下面会有个半线雷 可以阻挡他们 再往前走准备好TMP 这里的这个大妈呢 直接用TMP把它打停 然后绕开它 然后往前走 TMP最好用的话 就是他对敌人的这个压制 打停硬直的这个效果 好准备一下装弹 前面的话优先走左边 然后呢肯定会有村民堵截的 所以赶紧开枪 有的时候他可能不会这样冲出来 有的时候反正你一定要向左边的这个村民开枪 开几枪 好绕开他们之后呢 这里就算是暂时安全了 刚才的这个村长门德斯啊 其实还有一个挑战 就是打掉他的帽子啊 但是因为专家难度时间很赶啊 建议在低难度或者二周目下进行 到工厂这里的话啊 往这个死路走啊 上面会有一个吊灯 打下来一个祖母绿宝石 专家难度和硬核难度的话 就是专家难度 因为多一个牛头人 所以会多拿到一颗祖母绿 会对我们的宝石合成的收益有所影响 不过呢这里我还是会演示 专家硬核难度下的合成方式 就是没有那颗绿宝石的方式 我们先不去见商人 我们先进来拿一些东西啊 杀掉一些村民 然后捡一捡一些道具 首先呢用刚才捡到的这把小刀啊 绕开旁边的夹子 先把这个蹲着的村民干掉 蹲着的村民杀掉的话 会费我们两倍的这个刀具耐久 然后这个村民他在转身 或者说是停顿的时候呢 会有察觉性啊 我们等他转过身之后 然后再上去追杀他 然后呢继续我们换回到我们的小刀 这把残破的小刀先留着啊 用来刺杀那种要爆虫的敌人 然后旁边的这个有一个大的零件 大的物资拿上 然后过来把这个村民刺杀掉 顺手可以把旁边的子弹也剪一下 然后这里这个村民呢会有一个支线任务 就是他穿的这个夹克呢是李扬的夹克啊 把这个夹克抢回来 然后呢卖给商人的话 又会有额外的这个尖金石 这是最后一个敌人 我们只要用手枪给他点死就好 可能会爆虫 这不就爆了 我们就直接用我们的刀具吧 因为我们等会儿会去见商人啊 可以修理一下 这里的话 这个炉子里面也有物资 解完之后呢 这里还有机枪子弹 然后呢 检查一下地图 看有没有没剪的东西啊 就是这里的有个奴剑 还有奴剑雷 我们没有剪上 然后呢是这个抽体里面 我们用之前拿到的钥匙 把这里的这个金条拿上 在我们现阶段的话 就可以卖更多的钱 好 然后我们现在再去见商人 旁边的桶子呢 也先不急着开 这个物资 这个宝物我们合成一下 这个 按照硬核难度的合成方式的话 专家难度的话 是把这两颗祖母绿箱在这个手镯上 但是硬核难度的话 没有这两颗祖母绿 并且祖母绿后面有大用处啊 这个所以我们是专家 硬核难度的话是这样 绿宝石和蓝宝石合成 然后卖掉 手枪子弹可以全部卖掉 然后现代枪子弹 我们是完全不用的啊 完全都卖掉 然后呢 接下来把这个手枪的威力升到三级 然后把刀具的耐久度升到三级 然后呢 花一万块钱再把这个手提箱扩容 一万啊 这个是必要的 我们的手提箱不会全部升级 只有在关键的一些地方的时候才会升 大概我们只会升两次 手提箱的容量 也能省不少钱 然后现在呢 我们再过来 主要升这个手提箱 是为了拿上这个爆炸弩 打击下来的双电锯 虽然说是双电锯 但是是可以各个击破的 不过由于它依然是有秒杀的性质 所以建议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在旁边商人那里存一个档 把一个存档的次数用到这里 一共有14存档位 但是每个章节存一次 然后再在特殊的站点存的话 14是刚刚好足够的 在刚才发现了路易斯的脚印 随着这个脚印往深处走的话 就是之前关押路易斯的地方 这里还会有这个微冲子弹 然后这里还有桶 我们之前卖掉的手枪子弹 在这些桶这个阶段呢 就可以补上了 这里还有一颗黄草 现在的黄草的话 就是可以用黄绿红的组合来吃 这里也有桶 这是被里昂和路易斯 协力杀死的那个村民 然后呢地上有脚印 一定要查看 不然无法推进剧情 这是唯一一个 必须要查看的脚印啊 其他的脚印的话 只要你往前跑的话 一般都会自动出发 然后呢随着这个脚印 找到这里的柜子 有路易斯留下的一包烟 上面留下了一个 这是他的频率 我可是专业的 我要的琥珀 你准备好了吗 村外有间大房子 过了风车就能看见 知道吗 嗯 我知道 好 通讯结束之后呢 这里游戏会限制我们的行动速度 就是为了让我们出发剧情 本来我们已经走台阶 已经往上走了一大截了 但是呢 又会把我们硬拉回来 看有双电锯 然后会有很多的村民 不过呢都是挨个来的 他们没有一窝蜂 然后呢 我们就利用刚才我们已经改造好的手枪 可以很轻松的干掉 开头的几个村民 直接就打身体 不用这个执着于打头 要记得熟悉A大的基本战术 如果有村民快速要冲过来的时候呢 立刻切出TMP快速的射击 胡乱射击打停之后呢 再切出手枪 慢慢的这个输出 能起到一个类似限弹枪的效果 有压制性的 没爆虫 这个大妈来了 用手枪的话 虽然说是威力大 但是呢 它的压制效果不好 这里正好 这个村民留着 有没有小刀戳他 然后再往前走的话 要小心不要往前冲太远 我们大概走到这个位置 等这里的第一个电锯过来 打他的话很好打 因为这个地形的关系 我们可以利用他翻窗的时候 然后升起摆阵 预描他头部的位置来爆头 之后呢 切出我们的奴剑雷 稍微拉开点距离 别炸到自己 然后炸完之后呢 立刻切出TMP 开始输出 子弹清空 然后呢 一边拉开距离 一边给我们的奴剑和威冲上弹 之后呢 在他进门的时候呢 又会有一个硬直 我们可以切出这个狙击枪 先打一枪头 然后呢 躲开他的这个冲刺啊 或者说是什么招式 拉开点距离 用奴剑炸他 我们近一点的话 一般只要不是特别近的话 都不会炸到我们 这样两轮之后 差不多他就解决了 奴剑我们还剩一发 不过呢 可以不用了 我们接下来 还有可以利用的夹子 还有这个半线雷 可以打接下来的这个电锯 可以把它送回去 这样的话 我们的背包容量 空间就很大了 可以捡很多东西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看啊 如果说是用手枪打的话 经常难以压制住这个敌人 所以这种时候呢 往往就要先切出TMP 先打他 把它打出一个硬直 量抢了之后 再用手枪补伤害 哎 又掉了把刀 这里的话 先不要翻过去 可能会触发电锯 我们先把两个村民 都干掉 然后呢 再以一对一的方式 应对下一个这个电锯 下一个电锯 大妈呢 我们可以利用夹子啊 旁边的半线雷也可以用 而且这里有很多翻窗的地方 利用翻窗的话 就和打刚才的电锯一样啊 就可以有机会去 爆头 狙击枪爆头 如果你的狙击枪 弹药比较充裕的话 就可以这样 哎 他一般来说 他会自己绕开这个架子 不知道怎么 他这次给踩上去了 我们换上这个 刚才达的菜刀 戳他这一下 耗的耐久和打这个 要爆虫的村民 耗的耐久是一样的 不会立刻把我们的这个 菜刀的耐久完全废完 但是呢 还给我们戳下一次 来 我们走过来 让他翻窗 提前预秒好 他头部要抬起的位置 好 继续翻窗 不要多摊 打一枪 其实就可以了 就在这个位置翻窗 当然旁边的半线雷 也可以用起来 他和牛头人一样 一旦是炸了以后 他贴墙的话 也可以拿刀戳 直接就死了 拿到一个紫色的 雅丽山大石 这个呢 就是在专家难度下的时候 祖母率和刚才的那个 钟表合成 然后荷兰宝石 这样的话 卖的价值会更高一些 祖母率是比较缺的 但是呢 这个雅丽山大石 是富裕的 这两个电锯呢 也可以直接闪光弹跑路 但是呢 资金就会紧张 毕竟还有两颗 比较重要的宝石 比较沟 来 今天不走运吗 威斯科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别浪费我的时间 雷达 去找罗伊斯把琥珀带回来 谢谢你为我准备的房间 要留下来帮我一把 我不是来当保姆的 最好发挥点价值 别总叫我擦屁股 我可不会养着对我没用的废物 你在威胁我 威斯科 快去干活 我在联系你 你还活着 诶 周边的叫点没有了 不会 刚才有事 所以耽搁了一会儿 我马上就到 那行 我等你 请 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再来搜刮这个村长的房间 刚才打电锯的这个战斗正好我们的弹药也消耗差不多了 在现在这里的话 有箱 只要有足够的箱子 我们是完全可以把刚才战斗消耗的弹药 补回到全满的状态 从后门出来 这里还有一颗 红宝石 方形的红宝石 照理说这个和另外的圆形红宝石相在这个钟表上的话 收益是最大的 但是这个红宝石后面还会有更大的用处 最主要其实是因为刚才那场战斗需要钱 我们不然的话买东西会不够 虽然说是留到后面也可以 这边的柜子呀什么什么的 现在我们的弹药少开出来的话 子弹就概率就会高 然后这里的话 搜刮了一圈之后呢 我们弹药还没有全满 不过没关系 我们前面还有一些过去的自己留给我们的桶子 开完这些的话弹药应该是足够的 这里会遇见第一个夜晚暴虫的敌人 现在已经是到夜晚暴风雨的时候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狙呢 给他打一枪照理说就死 但是他会有一个这种类似血量保护的效果 所以打完可能会需要我们补枪 另外一个就好办了 大多数的敌人 即使是我们现在三级改造的狙击枪 他的这个暴虫 我们也是可以一击秒的 如果没秒的话 应该是触发了类似我们这个血量保护一样的效果 可能剩一丝需要拿其他的枪补伤害 不需要打第二枪狙 接下来的话 我们看到了这个紫色的火光 说明前面有伤人 左边的话 我们留的有一个箱子 没有掉弹药 然后是这边 接下来的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改造环节 下一场Boss战呢 会有这个比较难 我们要利用好现在手上的物资 我们把亚历山大石和绿宝石合成 虽然我们有两颗绿宝石 但是我们前面说了 是用这个我们硬核难度下的这个合成方式 宝石可以都卖了 手枪子弹也都可以卖了 然后呢我们要升级的是小刀 不升级耐久而是升级他的威力 升级到二级 并且修复他所有的耐久 并且把他的这个耐久一定要保护好 一定要保护好 现阶段的话爆炸剑是有这个优惠打折的 配方是有优惠打折的 不过我们的流程不需要自制爆炸剑 所以我们就不买了 接下来的话这个村庄里的箱子桶子没刷新 但是敌人刷新了 右边这个村民呢不要去暗杀他 他是有欺骗性的 我们不要去碰他 我们走过来 然后呢把这两个桶子打破之后呢 立刻跑 因为这个门里面会冲出来个村民 然后我们从这边 我们之前已经把窗户打破了 所以不会引发察觉 把这里的桶子打破的同时呢 旁边的床上会多出来一颗金蛋 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拿上 之前留给自己的桶子的同时 拿上这颗金蛋 然后呢这里这个村民 刺杀掉 这条路现在是可以过去了 然后过来之后呢 左边的话会有一个村民 狙击枪可能打起来不稳 我们主要要准备好的是这个 威冲 因为他是必定爆虫的 但是呢我们不用立刻把它没来得及 拿上这个宝石 这个宝物 箱子里的宝物 然后用威冲快速的开路 威冲打虫子效果还挺好的 因为他不像原版生死当中 虫子被打中一下弱点 会亮相晃得特别厉害 他是可以让我们可以用威冲来连续输出的 后面的虫子还是村民 只要他没跟着我们的进门 只要门关上了 就是彻底安全了 他们不会推门进来的 然后这边的话上面有一个村民会丢炸药 我们只要拿枪 打中他一枪 不需要领抱他手上的炸药 就可以把他打死 然后接下来的话清场 左边也会有一个投掷的村民 但是不用管他 我们之后绕过去再打 这里有一个拿干草叉的大妈 我们先射击打死 然后检查一下他有没有爆虫 没有爆虫 先往他这个位置跑 因为左边的话还会来一个大妈夹击我们 我们打完这个桶回过生来 他差不多应该就过来了 没打到腿 用A打的体术突进过去的过程中也会有攻击判定 也就是打到后排的敌人的话 你这样一个7 沿途的敌人也会攻击到 这个匕首小刀我们用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匕首 是因为这样的 我们的那个小匕首要接下来要留着是用来挣脱Boss用的 那个会耗非常多的耐久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刺杀这个要爆虫的敌人的话 相对来说耗的耐久要少多了 我们要把这个残破的小刀用来挣脱 这边的话又有一颗黄宝石 然后这边再过来 刚才打这个大妈的这个位置 还有一颗绿草 刚才没剪 记得剪上 这里我们要确保自己有10发以上的狙击枪子弹 其实不够的话也没关系 我们等到打完的时候再合成 也会更容易的触发这个额外的合成奖励 合成奖励的触发概率会更高 好拿炸药的村民 最好是引爆他手上的炸药 这样的话他会被炸下来 我们好捡到他手上的东西 然后这里和李昂片一样 李昂本片一样 这里有一个吊灯 拿上这个珍珠项链 这是最后的两个桶子 给他拿完 然后之后呢 去本片李昂那里 这个小屋防守站的时候 商人所在的那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小屋那边 路易斯和李昂已经被围了 这个屋子里面会有线弹枪 奴剑 然后两个桶子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宝箱 都拿上蓝宝石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存盘点 建议在这里存盘 因为是会有意外性质的元素会比较多 建议在这里耗费一次我们的存档数 之前电锯存一次 这里存一次 游戏的这个专家S加评价的话 是10次存档 其实需要额外存档的次数是4次 然后每个章节存一次 虽说算11次 但是第二章的那算必存的一次 和章节存盘点是重合了 所以其实10次是完全足够的 话说我们在小屋防守的时候 没有见过A大什么事 这里A大是要打什么呢 原来李昂小屋防守的时候 他们村民本来还招来了巨人 但是被A大拦截在这里了 A大的巨人boss战呢 巨人本身要比两篇的要难打 然后在专家模式下呢 就是会有额外的村民来干扰 我们在前期跟他周旋的时候 耗的时间可能要稍微久一点 如果说是硬核难度的话 只有两个额外的村民 但是专家难度的话会多出很多个 我没具体数 但是可能要多检查检查 有的村民就可能会被巨人直接拍死 不过这些村民也会掉落额外的弹药 我们先站在这些小房子 故意让巨人给我们把房子拆掉 拆掉的时候还会掉一些弹药 这场战斗比较容易缺子弹 不过用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 打巨人用闪光弹制造额外弱点的方式 会节约非常多的弹药 我们一边清理着附近的其他的村民 一边引着巨人破坏这些屋子 然后捡一些物资 村民的干扰性非常强 所以一定要注意 拉绳索的时候 如果附近有巨人的话 是这样必定会出发被他抓头的 所以身上要准备好这种小刀 大刀的耐久一定要保护好 我们要对他进行伤害 我们还升级了他的威力 会增加处决伤害 一定要保护好 还在战斗的时候 装备上这种普通的 比较弱的小刀用来挣脱 这里的村民都是不会爆虫的 我们只要快速击杀的话 尽情的用威冲来扫他就可以了 威冲打巨人的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都用来打这个村民 先用威冲打停 然后再用手枪 然后再用手枪 又新的村民加入进来了 先调整一下走位 巨人也过来了 干扰性太强 先把村民都打掉 虽然专家难度下的话 巨人会更难打 血量更厚 但是因为有很多村民的关系 我们还可以把村民打掉 来获取更多的弹药 不过打村民 本身也会耗费弹药嘛 所以我们用打巨人 效果最不好的威冲 来打这些村民 换取的手枪 或者说是狙击枪子弹 再反过来打巨人 规划一下 好像还有村民 不过没听到声音 得再找一找 确保确实的没有了 干扰性元素都排除了 这样安全的再打 毕竟专家难度下的话 不过我们也有存档 所以还好 上个堂 他投掷这个石头了 要小心 找个掩体躲开 村民都干掉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先用手枪 把他的虫子弱点打出来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巨人 这个巨人的血量 比李昂偏的血量高非常多 我不是那种树脂党 也不是硬核玩家 我不知道具体是 但是就是在战斗的时候体验上 血量确实要比李昂偏的 要高很多 但是相对的 他不像李昂偏 这个虫子会缩回去 所以他的虫子是一直爆炸出来 爆出来的 所以用闪光弹的话 效果就会非常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被闪光弹闪了以后 没有蓄积足够的伤害的话 他是不会倒下来 让我们去处决 他背后的弱点 但是另外一方面 在本篇当中 我给大家介绍过 在巨人刚爆出虫子之后 用闪光弹 他闪他一下的话 他的身体上的 一些随机可能 某一个部位 会成为弱点属性 这个不知道是bug 还是游戏故意设计的 是不是某种隐藏机制 但是不管是李昂偏 还是A打偏 还是任何环节的 巨人战斗 都有这样的效果 而且至今没有当作是bug修复 所以可能会是某种隐藏机制 我现在正在找他的弱点 一般来说就是 大腿小腿手臂 脚掌手掌 然后肩膀腹部胸口 这些位置 我们现在找到的就是 他的右手手臂 右手上臂 可以怎么样判断呢 就是通过攻击的时候 剑出的雪花 以及打中的音效 在他倒地之后呢 先用狙击枪打一发弱点 然后呢 用这个刀杀的这个动作 这个处决的动作呢 是享受我们的刀的 威力升级的加成的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用狙击枪 打他这个我们制造出来的 这个弱点 如果说是你迟迟都找不到弱点 或者说是这个码枪太多 实在子弹都不够用的话 就可以选择独挡重来 或者说是由于你这个前面刀 挣脱费的耐久太多 把自己的小刀用爆了啊 可能会这个因为小刀也是有这个处决伤害还是 占比还是挺高的 所以如果你的刀爆了 不容能使用刀具处决的话 可能就会耗费更多的子弹 以至于你可能子弹不能足够啊 当然这个情况太极端了 因为我们还有足够的这个弹药物资 可以进行合成 可以还可以合成很多子弹啊 所以其实这个情况非常的极端 一般不会有 不过出于这个容错 考虑还是建议在这里存一次的 前面本来想打几枪 我们一共有20发的狙击枪子弹 刚才打了差不多有五发 然后可能还会空几发 总共差不多 从制造出弱点开始 差不多有个15枪 差不多就能结束战斗 哎 又空了一枪 它这个出过一次虫子之后呢 下一次出虫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估计一下大概就是 我们把它打出的第三次硬直 我们现在刚打出了一次硬直 这个巨人的活动范围非常的大啊 所以我们要多走位 而且呢它会有一些突进的 有一些变招啊 比如说它有的时候突进 跑过来的话 根据你的站位如果够近的话 它可能就会拿左脚机 但是如果够远的话 就可能会变成这个 右手横扫的抓头啊 会比较难躲 总之呢就是拖的越久 越危险 但是同时A大旁边也 提供了很多的建筑来 方便我们进行脱离逃跑 它这个抓头的距离 真的是非常的远 确保我们的小刀耐久 还够 我们进行一次处决就好 处决的那一下 把刀用爆都没关系 因为后面的话 我们的资金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虽然说还剩五发子弹 但是是足够的 这场战斗 大家自己打的时候 难免会打到弹尽两局 不过呢我们找出弱点之后呢 优先使用狙击枪 可能大家打的时候 狙击枪子弹没有我这么多啊 但是呢在第二次要出虫之前 留一到两发的狙击子弹 然后替换手枪或者TMP打弱点 倒地之后呢再补一发狙 然后再刀杀 应该也够了 最后的最后 再没有的话 再考虑弹药合成 其实这场战斗呢 就是多丢闪光弹 就会简单很多 因为它的虫子 一直都是暴露出来的啊 不过闪光战弹留着也好 后面还会有其他的用处 比如下一张 我们就会用到很多闪光弹 然后再给拥折 张 灰热 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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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多跑 请多跑 走 你也太紧紧计较了吧 Ada 那这样 我现在就去拿行了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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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身边也有别的东西 要拿 好 我们这一章结束 看看用了多长时间 22分29秒 刚才的巨猿战很容易打到弹尽两绝 但是下一章的话会补充非常多的弹药 我们只要确保戴到下一章的时候有足够的手雷和闪光弹 其实就可以了 那么好的 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